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案子 发生在广东省台山市 这台山市啊 在92年之前 这是江门市台山县 92年的撤县涉事 咱们说的这案子发生在93年 93年9月18号一大早 台山市公安局值班室的电话 叮叮叮叮叮就响起来了 那么是谁打来的呢 是台山市都胡镇派出所打来的电话 说在这个镇呢 一个叫竹山的乱葬岗里边 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 随后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大队长黄队 就吩咐侦察员小李 立刻通知技术中队的人马 咱们呢 赶紧出发去现场吧 上午八点来中 两辆警车一路畅通无阻的 就来到了都胡镇 那么这无名女尸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这是一个老农民黄伯发现的 这老黄啊 是大冈村村民 前一天下午 他到离他们村子不远处的自己的那农田里边产草去 一直忙活到了傍晚的时候 这才扛起锄头准备回家 从他那田到村里边的家 要经过一个小山坡 当地人的叫竹山 老黄啊 在这山间小路上走了一会儿 哎 就路过了这竹山的那一片乱葬地 这乱葬地乱葬岗子 不知道埋过多少死尸了 大大小小的土坟呢 不计其数 还有各种各样破烂的棺材板 就在那很杂乱的堆放着 要不是熟悉这个地方的当地人 一般人都不敢来这儿 看见都得害怕做噩梦 正要穿过乱葬岗 走下山的时候 正好有一股风 呼 就吹了过来 哎 这可不是恐怖惊悚故事啊 但是这股子风啊 吹过来一股子臭味 哎呦 怎么这么臭啊 老黄 当时啊 就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就恶心想吐 因为这臭味太臭了 他也好奇 忍不住啊 就往前走了几步 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么味啊 这一看 可是吓了一跳 在眼前十多米远的地方 有三座土坟 是呈品字形分布的 在这三个土坟中间的草地上 躺着一块棺材板 这棺材板下边 盖着一个女的盖住了半边身子 隐隐约约的能够看见 这女的呀 穿一条灰色的高腰牛仔裤 上身呢 穿一件白色短袖衫 但是这短袖衫已经往上撩到了 脖梗这个地方了 露在棺材板外边的 是这死者的左手 就这么伸出来 还能够看到死者 这左手啊 抓住了旁边的一座青草 老黄看到此情此景 吓得哇啦一声大叫 跟飞似的就跑下山去了 赶紧跌跌撞撞 到了派出所 把这事当当当一说 老黄的报告 就引起了派出所所长 翁所的重视 立刻组织民警到竹山查看 派出所距离事发现场啊 差不多是六公里 初步确认 这个女人死的呀 很蹊跷 女尸已经高度腐败了 面目不清 这就证明 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了 为什么死的 是被人杀的 还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是被害的 是仇杀财杀 还是情杀呀 要想着解开这些谜团 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弄清死者身份 查清誓愿 当天晚上派出所民警 全都动员起来 对全镇挨个的单位部门 挨个管理区 挨个自然村 一一的进行查问 但是 查了一圈下来 大家都是同一个说法 我们这儿没有人失踪 那既然本镇没有人失踪 这情况就更复杂了呀 这范围就得进一步往外扩呀 甚至啊 都得扩散到附近的这些视线 派出所毕竟在侦查能力上面 在刑事案件的侦破能力上面 有着种种限制 所以翁所长 这才打电话给市局 让刑警大队出来 主持大局 主持侦破工作 刑警大队的民警们 来到现场 走下警车 沿着一条小路 就来到了这片乱葬岗 到这之后 一眼就看见这女尸了 黄队呀 挥了挥手说 开始勘察现场 法医开始验尸 技术中队的民警 立刻进入到紧张的工作状态 有的在那儿汇地形图 有的提取物证痕迹 有的呢 拿着照相机在那拍照 刑警大队的教导员呢 也姓黄 黄教啊 本身既是领导 又是一名优秀的法医 于是他靠近了这具女尸 技术人员 把这棺材板掀开了 女尸完完整整的呈现在面前 刚才咱说了 他下身啊 穿着是灰色牛仔裤 掀开之后 能看得更清楚了 是一条灰黑色的高腰牛仔裤 还是一个名牌牛仔裤呢 上边啊 印着LAWWAN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知道这牌子啊 上身呢 是白色短袖衫 在这衣服上啊 有一个图案 是一个马拉车的图案 死者的脖子上 紧紧的勒着一条皮带 是那种黄褐色 人造格的皮带 那勒痕呢 已经深入肌骨了 尸体高度腐败 全身的皮肤 已经不是正常的肉色了 已经是灰黑色了 眼部 鼻子都已经迷烂了 头发部分也都脱落了 您各位啊 现在要是吃着饭的时候 可以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啊 经过验尸 有了一个初步的结论 第一 死者身高一米五九 身材是比较苗条的 推断死亡年龄 是23岁左右 第二 死者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12天之前 在死之前 曾经被强奸 第三 死者死于他杀 是皮带勒的 窒息而死 法医检验之后 这就有了准确的报告了呀 这就为侦查破案提供了方向 提供了依据 可是啊 这尸检工作挺顺利 另外那边提取痕迹工作 遇到麻烦了 毕竟案发时间比较久了 十几天了 那几天呢 当地又接连下了几场大雨 哗哗大雨这么一冲 那凶手在现场遗留的痕迹 早就没有了呀 于是痕迹找不着 那就找物证吧 能不能找到物证 这就成为了能不能展开侦查 能不能破案的一个关键因素 十多名市局刑警 还有派出所民警 大伙一起行动 以发现女尸的这个地点为中心 向四周延伸 仔细寻找有价值的物证 那能不能找到相关物证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刑警大队和派出所民警 一起以尸体发现地点为中心 向四周延伸仔细地寻找有价值的物证 一个上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每一寸地方都找遍了 但依然没有找到什么物证 现在没有物证 也不知道死者的身份 这案子可怎么查呀 派出所副指导员 老鱼 在地上啊 已经蹲的是腰酸被疼了 站起来呢 像伸伸腰 哎 就站起来的这么一刹那 这目光啊 就落在了 离女尸不远处 一个装死人骸骨的蓝色金城上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金城是什么啊 这城字左边土字旁 右边一个呈现的城 这个物件啊 是汉民族比较传统的 一种城放骨骸的器具 也叫黄金凤 主要呢 就是流行于福建广东一带 您大致就可以理解成是一个骨灰罐子吧 一般这金城呢 高差不多是三尺左右 直径啊 差不多一尺多的样子 口呢 比较小 肚子呢 比较大 有点像咱们平时经常能看到的水凤的那种形状 老鱼看见这金城之后 突然就有了灵感 哎对啊 这金城还没检查呢 这里边会不会装有什么可疑物品呢 老鱼一边想着 一边就走了过去 用手啊 揭开了金城口盖的那瓦盖 探头往里边这么一望 发现里边呢 有一个红色塑料袋 这塑料袋底下呢 是一个骷髅 这就是正儿八经装的死者的遗骸 老城把这塑料袋拿出来 一打开 哎呦 这可是重大发现 原来这里边啊 装的都是女人常用的一些东西 有一个乳罩 一条内裤 几个避孕套 两盒茉莉花茶 还有一块小香皂 那小香皂和茉莉花茶呀 特别像是酒店里边送的那种啊 一名技术员仔细检查的时候 发现茉莉花茶盒里边 还有一张盖着工章的住宿发票呢 写着开屏 警案酒店 住房人叫武力灵 哎 那这武力灵 是不是死者呢 现在啊 还是一个谜 但是要赶紧调查 下午两点左右 一辆警车就来到了开屏警案酒店 总台小姐呀 翻开了住宿登记簿 终于找到了武力灵的名字 这服务员小姐就说 武力灵半个月之前在我们酒店306 住了三天 她是湖南冷水江市人 嗯 根据登记 现年23岁 职业这一篮 填的是民办教师 黄队呀 亲自去了酒店 就问他 那你对他还有印象吗 能不能说说 呃 长什么模样 有什么体貌特征呢 嗯 那是个特别可爱的香妹子 身材挺苗条的 呃 脸上挺白净的 大眼睛啊 忽闪忽闪的 跟会说话似的 他的嘴唇呢 整天的都抹着口红 呃 说话也特别甜 每回一见面都跟我叫姐姐 我们呐 干这么长时间了 很少见到这么有礼貌的住客 那在酒店居住期间 他干过什么事吗 嗯 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客房里面 有时候到街上转一圈 用不了多长时间也就回来了 那有人来找过他吗 有呀 住在308房 有一个讲台山话的男青年 经常过去找他 他俩有时候躲进房间 半天不出来 有时候还一起上街 出双入队的 样子看着还挺亲密 哎 对了 他俩还是同一天离开酒店的 哦 那那个男青年是什么样子呢 三十岁左右的样子吧 长得挺普通的 呃 留着长头发 最明显的呀 是左下巴有一颗黑痣 黑痣上呢 有一串黑毛 我估计得有一寸来长 看上去应该挺有钱的 每回带五粒零出去 都买不少东西呢 退房离开的时候啊 还给了我五十块钱小费呢 那你赶紧查一查 这个男青年叫什么名字呀 服务员呢 又赶紧查住宿登记簿 住308房的男青年叫陈谋 33岁 是台山人 职业写的是个体老板 随后警方就开始 全力调查这个陈谋 发现这陈谋 哪是什么个体老板呢 他呀 就是都湖镇的一个无业青年 整天的不务正业 各地流窜 曾经因为盗窃 赌博 吸毒 嫖娼 多次被抓获处理 可以说啊 坏事做尽的这么一个人 久而久之的 这也成了派出所的常客了 93年3月份 陈谋呢 组织几个同伙 经常啊 在开往台山或者是临近市县的客车上 诱骗乘客赌博 骗取财物 被市公安局打击车匪路霸 便衣跟车小组的民警 当场抓获做了行政拘留的处理 这么一个臭名远扬的人 这么一个恶贯满盈的人 那完全有可能行凶杀人呢 而且啊 毕竟住在酒店的那几天 他和那个乡妹子武力灵 关系异常的亲密 两人离开之后 武力灵又神秘失踪了 直到十多天之后 才在乱葬岗被人发现尸体 这个陈谋很明显有着作案嫌疑 明确目标之后 民警呢 就分头追捕陈谋 可是陈谋已经不知去向了 搜遍了陈谋平时各个落脚点 以及他经常出入的 发廊 旅店等等地方了解 都没有找到他的踪迹 这陈谋要不是做贼心虚 为什么会逃得无影无踪呢 侦查工作呀 决定转变方向 进入秘密侦查阶段 破案组向临近市县公安局 发出了协查通知 同时依靠当地的治保干部 和治安积极分子 开始了明查暗访 一转眼又两天的时间过去了 还是没有沉谋的下落 直到第三天凌晨五点左右 几名民警骑着摩托车 前往新会市进一步步控 当他们走出东门 差不多一里地的地方 发现路边的藩树田里边 有一个人走动的鬼鬼祟祟的 一听见摩托车的声响啊 那个人拔腿就跑 几名民警一看这不对啊 立即下车就去追 经过一番追捕 终于把对方制服了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找了好几天的陈谋 民警们压着陈谋回到了镇派出所 可是在审讯室里面 陈谋却识口否认 他是杀害武力灵的凶手 那么如果不是他杀害的武力灵 那又是谁干的 陈谋和武力灵离开酒店之后 又去哪了 他和武力灵又是什么关系 他们又是怎么认识的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警方呢经过全力的追捕 终于是找到了陈谋 在审讯室里面 陈谋说他绝不是杀害武力灵的凶手 那么他到底和武力灵什么关系 怎么认识的 他呢一五一十的做了交代 大约案发之前两个来月 这天晚上陈谋啊 到一家经常光顾的发廊去洗头 说是发廊 其实啊就是那种场所嘛 此时这发廊里边啊 已经有五六个外省的女孩 在等着客人了 一个个都穿着那种超低胸的衣服 穿着超短裙 摆明了就是勾引男顾客的呀 陈谋进去之后 给他按摩的人就是武力灵 俩人就在这种按摩 打打闹闹说说笑笑的时候 陈谋这才知道 这女孩子叫武力灵是湖南人 是老乡介绍才来到这家发廊的 每个月呢还得给这老乡五百块钱的介绍费 在这个发廊啊 老板只负责这洗头妹的吃和住 是不发工资的 等于只给这些女孩子提供一个平台 一切收入那就是靠给客人洗头 或者按摩的时候客人给的小费 俩人这第一次结实啊 确实只是按摩啊 什么事也没干 按摩完了 陈谋问他 要多少钱呢 这武力灵啊 那双眼睛勾魂夺破呀 哥哥 随便你给吧 我知道老板你很阔劳 哎呦 这话说的 一下把陈谋 捧的是飘飘然呢 逃出钱来 一下就给了武力灵三百 那年头三百 这可不少啊 武力灵对陈谋 那更是百依百顺了呀 从这起 陈谋啊 就经常到这家发廊 来跟这武力灵啊 一起做一些窝窝绰绰的事情呗 不过这武力灵的顾客 可不止陈谋一个人 有时候陈谋来了之后 找武力灵 就看见武力灵 跟另外的别的男人 躺在按摩室里面 陈谋啊 感觉已经有点喜欢上武力灵了 还有点吃醋呢 苦恼之下 没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呢 想把武力灵介绍到一家饮食店打工 那个地方啊 离他家还挺近 可以经常带着武力灵回家过夜 这样 这武力灵就是我一个人的了 我就能长期的占有他了呀 而且陈谋也想过 我给他的报酬 绝对不会少过在发廊的收入 武力灵一听 也挺愿意 这有一个长期顾客 总比平时接接散客强啊 他呢 就跟着陈谋 到了那个饮食店 俩人 这回接触的机会 就更多了呀 这一天呢 陈谋啊 就感觉武力灵 有点闷闷不乐的 小灵 怎么了 病了 说着 还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 不是 在这个饮食店里面 很闷的 在这儿 建的树比建的人都多 你也不说带我到外边散散心 陈谋一听嗨 这算什么事啊 这还不容易啊 于是 带着武力灵到了开平 住在了 景岸酒店 他们白天逛街 晚上呢 就气着咔嚓 俩人 一起度过了三天的时间 陈谋也够大方的 开房都开两间 都不是开的一间 玩完之后 回到镇上 武力灵呢 赵长到那个饮食店 打工去 外边玩的这几天呢 把陈谋的钱袋子 已经掏空了 于是陈谋呢 就到外头去台城 去新会这些地方 偷了几个钱包 偷了钱包 有了钱了 打算回去 又可以带着武力灵 到处玩耍了 可回到饮食店的时候 发现武力灵 已经失踪了 陈谋就问这饮食店老板呢 小灵呢 老板就说呀 让一个男青年带走了 是说外省话的一个男青年 陈谋一听气的呀 好家伙 我不让你在发廊干了 我让你来这打工 不就是为了你踏踏实实的 跟着我吗 怎么又让别的男的 给勾走了呀 他呀 找遍了镇上的发廊 饮食店 各家大小旅馆 就是找不着武力灵 正当他心情郁闷的时候 忽然听说了一个消息 公安机关在竹山乱葬岗 发现了武力灵的尸体 随后民警前往开屏 调查他和武力灵 在警案酒店居住的情况 这陈谋成了杀人重大嫌疑人了 这些消息啊 已经成了大伙 街头巷尾插鱼饭后 谈论的热点了 陈谋一听 我这个愿望啊 他呢 也不敢到公安局 把问题说清楚 就怕公安机关找不到凶手 到最后把自己给枪毙了 这才想到逃往外地逃避 不过 等他想逃的时候 所有通往外地的路口 已经被公安民警封锁检查了 这叫什么呀 这叫插翅南逃 他呢 就躲在了东门附近 一间破旧的破窑里边藏起来了 白天也不敢露面 晚上啊 又怕遇上巡逻的警察 每回呢 就只是在凌晨的时候 走进附近的田里边 偷点番薯 吃两口 勉强冲击 可哪想到 这天 偷番薯的时候 竟然还是被路过的警察发现 而被擒货 陈谋 一五一十交代完之后 已经快中午了 到底他说的是不是实话 现在没有办法判定 还得调查 黄队呢 就吩咐人 把他暂时收押起来 当天中午 民警们集中在镇派出所 围绕陈谋交代的情况 进行讨论分析 大多数人认为 陈谋的交代呀 不能全信 因为这人 长期以来 那是坏事做尽 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坏胚子 而且案发之前 一直跟武力灵在一起 完全有杀人条件 他自称案发期间 在外地偷窃 只是假造不在场的理由 尤其案发之后 如果真的是偷了几个钱包 为什么东躲西藏千方百计的逃跑啊 没杀人至于的吗 不过也有少数几个人 认为陈谋啊 应该不是杀人犯 他说的应该是实话 其中派出所的翁所长 就认为陈谋不是凶手 那翁所为什么认为 陈谋不是杀人凶手呢 翁所说呀 陈谋这个人呢 确实是可恶 但是 看陈谋之前的犯罪记录 在本地作案并不多 这是属于典型的 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那一类人 他在我们公开发现 女士的消息之后逃跑 很可能是迫不得已的 因为在没有抓到真凶之前 和死者交往甚密的他 脱不了关系 那只好走为上纪了 等我们破案之后再回来 除了翁所之外 黄队啊 也支持翁所的意见 同时黄队指出来 咱们呢 不要纠缠在对一个人的表面印象上 眼下呢 我们还有一些重要的线索 需要进一步查证 那到底是什么重要线索 需要查证啊 就是饮食店老板说的那个事 一个讲外省话的男青年 带走了武力灵 这个男青年到底是谁 上期节目啊 咱们提到了 这警方内部呢 意见也不一致 有人认为 这陈谋 说的不是实话 因为这个人呢 坏事作绝 这不是个好东西 并且案发之前 一直跟武力灵在一块呢 他有杀人条件 再者说了 他要没杀人 他跑什么呀 但是黄队和翁所长认为 陈谋这人呢 虽然可恶 但他之前犯的那些事啊 基本上都是在外地 典型的兔子不吃窝边草 可能啊 就是因为他跟武力灵 比较亲密 武力灵死了 他怕惹祸上身 这才跑 事已至此最关键的 是查另外一条重要线索 也就是饮食店老板说的那个事 一个讲外省话的男青年 带走了武力灵 这个男青年是谁 查 下午两点左右 翁所带领着几名民警 到了饮食店 见了店主之后 把来意说的清清楚楚 店主啊 在那仔细回忆了一下 哎呦 这说起来得差不多半个月了 那天中午啊 确实有个说外省话的男青年 到我们店里 当时我见武力灵 见着他 还吃了一惊呢 赶紧从后门就跑出去了 那个男青年呢 又追了出去 他俩不知道说了点什么 我也没听见啊 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武力灵呢 又回到店里边 我看他那样子呀 显得挺伤心的 眼圈都红了 从他宿舍里边 取了一个黑色的女包 就跟我说有事 要离开几天 然后跟着那个青年就走了 从那以后 可就再没回来 哦 那麻烦您想一想 那个外省男青年 长什么模样啊 三十上下的年纪吧 挺胖的 留着短发 哎 对了 在右额头上啊 还有一道刀疤呢 你看这刀疤 这就是鲜明的特征啊 了解完情况以后 从下午开始 民警们可就没闲着 当地呀 一共有三十多个工厂 都有外省的民工 还有一百二十多家出租屋 发廊 饮食店 全部不能放过 过筛子似的搜索调查 这天傍晚 刑警小李和派出所副指导员老虞 来到了一家饮食店 他俩呢 就跟这饮食店的店主 说出了这个男青年的体貌特征 店主听完了一拍大腿 有 有 有 是有这么个男青年 刚在我们这吃完饭 呃 出门也就是半个钟头的时间啊 呃 出去往海边方向走了 看样子呀 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 挺惊慌的那个状态 两位民警一听浑身一机灵啊 事不宜迟追吧 冲出店门往南边就追了过去 俩人一路小跑 到了海边的时候 气喘吁吁的 上气不接下气的 这时候抬眼这么一看 一个青年 正把一个小木船 从沙滩上往海里推呢 行了吧 顾不上喘气 顾不上歇着了 两位民警 蹭愣一下扑了上去 把这男青年 一下子就推翻在了地上 这男青年也不甘示弱呀 仨人可就打作一团了 喷喷胖胖 终于把这男青年给制服了 控制好了 带回派出所审查 这个男青年 就是之前去饮食店的那人 三十上下年纪 挺胖 留短发 右额头上有一道刀疤 取出来他的身份证 这么一看 上面写着 陈来宝 是湖南省岳阳市人 这个晚上可没闲着啊 大半夜的 民警呢 就对陈来宝居住的出租屋 进行了搜查 果不其然在这出租屋里 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女包 里面装着死者武力灵的照片 身份证 存折和手表等物品 铁证如山 你再想抵赖 你可赖不过去了 陈来宝呢 也就交代了杀害武力灵的前后经过 陈来宝和武力灵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杀害武力灵 从1993年说起 1993年 春节刚一过 浩浩荡荡的南下 大公大军 就出发了 岳阳市啊 好多出去务工的人员 这陈来宝呢 就跟着这 大公大军啊 来到了广州 本来打算找个工厂啊 或者找个工地啊 随便找份工作干干 够自己吃喝 咱点零花钱也就得了 可是 当他出了火车站 行走在火车站广场的时候 见到了一个姑娘 这姑娘啊 靠在一棵树底下呢 哎呀 这陈来宝心里边 可就有了歹念了 当时呢 是大半夜 半夜里啊 不少人 舍不得住旅馆 舍不得去住酒店 靠棵树 咪一会儿休息休息就得了 因为夜深了 所以人呢 也没多少 这陈来宝啊 一开始 坐在了里内姑娘 不远的一个地方 坐了一会儿 眼瞅着两边也没行人了 嘿 月黑风高 借着夜色这机会 这不就来了吗 他想干什么呢 其实是想偷东西啊 悄悄的爬过去 把姑娘身边的行李袋 就偷走了 随后呢 就把这行李里边 仅有的一百多元 据为己有 更缺得的是剩下的东西 还不给人姑娘还回来 而是扔进了垃圾箱 过了几个小时 这天也亮了 姑娘啊 也睡醒了 哎哟 睡了一觉 尽管睡得没那么舒服吧 但还是精神焕发 一觉醒来 清醒过来 想看看那行李啊 哎 我东西呢 我东西呢 被人偷了 这姑娘气得呀 急得呀 哇哇大哭啊 这陈来宝呢 还没走 就在这姑娘周围呢 故意绕了一个圈子 朝着这姑娘迎面走过来 假惺惺的 问她 哎姑娘 怎么了 怎么哭啊 这姑娘就说 我 我东西丢了 我 我行李不知道让谁偷了 我 我 就那么点东西啊 我就那么点钱呢 这可怎么过呀 哎 姑娘 没事啊 没事 没事 呃 这么着 有我呢 我帮你 陈来宝偷的扔姑娘的钱呢 结果呢 拿着这姑娘的钱 帮这姑娘 哎 这个举动 可就得到了姑娘的好感 这姑娘很感动 俩人一介绍 这才知道 这姑娘 也是湖南老乡 是冷水江市人 叫武力灵 原来呀 这武力灵 不是在发廊 干发廊小姐的 她在老家 是个民办教师 但民办教师 待遇不好 当地呢 当时经济发展水平 也不好 待遇太低了 几个月发不出工资 再加上啊 这武力灵 长得漂亮 那个学校的校长 又是一老色胚子啊 整天的色咪咪的 看着他 还多次的 用言语 骚扰武力灵 武力灵气的呀 这不老流氓 但是 也惹不起人家呀 咱也没编制 咱这就是一个 普通民办教师 一气之下 辞职了 我不干了 不干了之后 在当地 也没什么 别的好工作呀 当时九十年代 大伙 那不都愿意 南下闯荡闯荡吗 他呢 就也加入南下大军 准备到南方 到广东 来拼出一个天地 陈来宝 偷完了武力灵的钱 这又找了过来 他到底安了什么居心呢 他有什么目的呀 上期节目 咱们说到了 武力灵原本在老家 是个民办教师 因为种种原因吧 一气之下辞退了 我不干了 一个人南下闯荡 可没想到 到了广东 这叫什么呀 出师未竭呀 偷一天晚上啊 就一百多个钱 被人偷了 哪个挨牵刀的干的呀 哎 结果现在 有一个老乡愿意帮助他 怎么可能不感激呢 俩人啊 可就聊起来 你一言我一语 聊了半天 聊的挺投机 还有点相见恨晚的 那个意思 俩人聊的也越来越熟 陈来宝 也不跟他叫姑娘了 也不跟他叫女士了 直接跟他叫阿玲 阿玲啊 来到广东 你有什么打算呢 武力灵呢 也信任这个老乡 我第一次过来 我一点打算也没有 哎呀 我呢 有几位老乡在台山 他们让我到那儿去做工去 不知道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受苦啊 武力灵 现在 是举目茫然啊 不知道该找谁帮自己呀 好不容易有个老乡 那就是掏心掏肺呀 这老乡愿意帮自己 那不再好不过了吗 行我去 这回我拖累你了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才好 于是 这陈来宝 用偷的武力灵的钱 请武力灵 搓了一顿 还有吃的宝宝的 给武力灵感动的都不行了 到了下午 俩人坐车 就到了都湖镇 当天晚上啊 在旅馆里边 点了两间客房 这一夜呀 倒是你睡你的 我睡我的 相安无事 到了第二天中午 陈来宝就跟武力灵说 阿灵 你呢 就留在旅店里边 我呀 出去找工作单位 晚上回来 我再告诉你消息 到了晚上 陈来宝 醒冲冲的回来了 阿灵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有老板的同意要我了 是一份在建筑工地的工作 为了祝贺 你看 我买来什么了 原来陈来宝啊 回来的时候 买的酒 买的肉 俩人 痛痛快快的 吃了一顿晚餐 这一夜 互相交心的两个人 就睡到了一起 从这天起 那就不用开俩房间了 俩房间多贵呀 退一个吧 他们在一个房间里边 心安理得的同居起来了 武力灵 这也是刚刚尝试到 爱情的滋味 哎呦 满身心的 那都是陈来宝 全身心的就爱上他了 陈来宝 是有工作的 但武力灵的工作 一直没找着 陈来宝总是说 哎呀 我也给你找了 我问了好多老板 但人家都是要男不要女 武力灵 也不愿意让自己的这情侣 整天的受苦养活自己 他就问 这么大一个阵 就没有女人干的活吗 这时候陈来宝一听 行了 机会来了 哎呦 又到了我发财的时候了 他呀 故作困难的说 正经的工作呀 确实是没有外省女工干的 除非是发廊 饮食店这些行业 你哪知道啊 在发廊洗头 要给人家男人按摩的 甚至还得满足人家 其他的要求 虽然小费不少 一回就能挣上百块钱 但我怎么舍得你去呢 武力灵一听 他明白什么意思 毕竟成年人了 他也没回应 在那沉默了 这时间呢 一天一天过去了 武力灵的内心一直在纠结 到了第三天晚上 陈来宝回到旅店客房 跌跌撞撞的 武力灵一看 哟你怎么了 我刚从工地的竹炸上摔下来了 把腰给摔伤了 从那以后 陈来宝一连几天没上班 身上的钱也花光了 没钱怎么活呀 武力灵看着自己的男朋友 为了自己啊 辛辛苦苦 腰都受伤了 不能光让他养我 在这关键时刻 那我也得承担起来呀 他跟陈来宝说 你去问问 看有没有发廊 要女生啊 我愿意去发廊工作 陈来宝 一看武力灵同意了 嘿 立刻把这腰就挺直了 心里这个痛快呀 耶 我成功了 从那以后 武力灵就在一个发廊干起来了 挣的大部分的钱 都交到陈来宝手上 一个月之后 他俩呀 搬到了一个出租屋居住 但俗话说 只包不住火呀 陈来宝又喜欢喝酒 有一回喝醉了 把实话全说出来了 武力灵一听 好啊 偷我钱的是你 骗我的也是你 俩人彻底闹翻了 武力灵呢 就搬了出来 但陈来宝 不依不饶 威胁武力灵 你每个月 得给我五百块钱做补偿 否则我打断你的腿 武力灵知道 斗不过陈来宝 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在这 那只好用自己的年轻美貌疯狂的赚钱 每个月 再上交给陈来宝五百块钱所谓的补偿费 又过了一段时间 陈来宝来找武力灵 发现找不着了 四处打听了 他去哪了呀 这才查出来 武力灵跟一个叫陈谋的人走了 在本镇的一个饮食店打工 93年9月8号中午 他呢 来到了这家饮食店 并且追上了武力灵 威胁武力灵说 你要不跟我回去 我一把火把这饮食店烧了 武力灵是个很善良的姑娘 我受苦就算了 我不能连累人家饮食店的 店主对我挺好的呀 于是啊 只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跟着这陈来宝就走了 俩人呢 走到了竹山脚下的路边 陈来宝把他拉到了山里的乱葬岗那 现在我给你两条路 第一 你跟我和好如初 这是生路 第二 你如果不从 那便是死路 武力灵 恨这陈来宝恨得牙痒痒啊 死就死 我不跟你 陈来宝一听 凶响毙露 武力灵哪是他的对手啊 一下子把武力灵 击昏在了地上 随后解下了武力灵的皮带 勒住了武力灵的脖子 祸祸勒死 勒死之后 还侵犯了武力灵的尸体 临走的时候 他把武力灵的那个黑色包就带走了 那里边都是一些值钱的物件啊 有照片身份证存着手表 至于剩下的衣物 还有几件不值钱的东西 就装进一个红色塑料袋 丢进了旁边的一个金城里边 这陈来宝是万万没想到 竟然在这他感觉没有用的东西里 在那个茉莉花茶的盒里面 竟然有重要物证 就是一张警案酒店的住房发票 十多天之后 公安机关发现武力灵的尸体 把陈谋列为嫌疑对象 一路可就找到了陈来宝 陈来宝最终因故意杀人罪 被依法判处死刑 1994年4月19号 杀人凶犯陈来宝 被五花大榜押赴刑场 执行枪决 吕鹏大安纪实 中外最暗实录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